帕塞尔跟格力特再次行动 要从海盗黑胡子手上 救出聪明的鹦鹉杰克 这次 帕塞尔已经把水晶球拿在手上 海盗们好像都工作完去休息了 都没看到他们 我们要很小心 他们可能在船上 我猜他们又把杰克关到楼下了 糟了 汉塞尔 被他发现了 看我这招 水晶球真的可以阻止他吗 玩具店老板说可以派上用场 就试试看吧 哇 海盗接动了 那个老板说的没错 水晶球真的有用 成功了 汉塞尔跟格力特 马上开始找鹦鹉杰克 赶快找到杰克 离开这里吧 你看 好像就是那个 我的好朋友 就知道你们不会丢下我 这次真的要救你出去了 糟糕 海盗好像快要融化了 快点躲起来 他刚看到我们 却没有要找我们的意思 嗯 这代表看到水晶球的人会被冷冻 而且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 太好了 赶快走吧 哦 那是什么声音 哦 好了 船准备要出发了 汉塞尔跟格力特紧张地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哦 真是太糟了 我想我们得躲在这里直到船靠岸 他们要航行到那儿 准备要去丛林岛 他们打算要把我卖给那里的鸟类收藏家 现在只能继续等了 只要到了那座岛 我们就马上逃出去 开往丛林岛的路上 海盗船遇到了暴风雨 哇 天哪 遇到暴风雨了 抓紧 格力特 希望赶快结束 啊 快帮我 我的笼子倒了 暴风雨终于停下来 但汉塞尔跟格力特 因为这趟旅程整个累坏了 格力特 快起来 船停下来了 我们靠岸了 什么 已经到了吗 我们刚睡着了 糟了 我们睡觉的时候 杰克被带走了 暗塞尔 黑胡子一定把杰克 带去鸟类收藏家那里了 有了这些就能把杰克要回来 汉塞尔跟格力特 小心翼翼地走下海盗船 杰克一定是在那里 哦 就是这里 刚才海盗卖了一只鹦鹉给你吗 我想把它买回来 鸟店的老板说 他已经把鹦鹉卖给森林女巫 还说 如果它们喜欢 它愿意卖其他鸟 你答应一件事 这些黄金就是你的 你得把你收藏的这些鸟 全部都放走 鸟店老板完全没有犹豫 马上答应了他们 我们要去哪里找森林女巫 老板告诉汉塞尔跟格力特 女巫住在哪里 他们马上就出发了 就在这时候 森林女巫正在家里 熬煮她最新发明的药水 真高兴可以买到你 有你 我才能完成这罐药水 为什么要有我 我又不会做药水 我需要的是把你熬煮之后 做出来的高汤 真是个傻瓜 这对小兄妹终于找到森林女巫的家 一定就是这间房子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不赶快喊出故事书里的魔法咒语 这样我们就回不了家了 我知道 所以得赶快找到杰克才行 杰克在那里 我会小心走到女巫背后 把布袋套在她头上 你趁这时候拿笼子 然后我们离开 但我们现在在女巫面前 走过去会被她看到 杰克可以帮我们呢 你觉得她会知道吗 杰克感觉是只聪明的鹦鹉 希望我没有看错 哈喽 女巫 房子好像失火了 烧到你身上了 什么失火 真是愚蠢 我看见窗户外面有火在烧啊 杰克真的很聪明 来吧 趁现在 嘿 你是谁 怎么敢这么大胆 哈瑟 快跑 地板发出声音换了好事 你们竟然联手对我恶作剧 给我看好了 糟了 汉塞儿 格力特 快点拿水晶球 换我出招了 你以为我会被那个小东西吓跑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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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招 啊 女巫 怎么回事 我还要尽量的 extensively 拉赫 gesagt 白赫尔 タイト 顺励记预意地救出聪明的杰克 你自由了,我的好朋友 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我自由了,真是太棒了 在出发前,杰克向汉塞尔跟格丽特道谢 要不是你们帮我,我就活不了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再见 汉塞尔,太阳要下山了,我们得赶快回家 等一下,魔法终于是哪一个,我找不到 动作快,汉塞尔,赶快找到,不然我们就会被困在这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太阳西沉又东升,好人永远战胜坏人 我们回来了,成功了 哇,这趟冒险真是太精彩了 这天是个开心的日子 汉塞尔发现小镇上有一场牵线木偶的表演 小镇上有牵线木偶的表演,你想不想去看 当然好啊,我最喜欢牵线木偶了 汉塞尔跟格丽特为了看表演来到小镇 应该就是在那里 表演就要开始了 好厉害啊,太好看了 表演结束之后,木偶师傅来到前台给小孩糖果 结好咯,这些是要请你们吃的 这是我的最爱,公鸡糖果耶 离开表演场地之后,汉塞尔想要去买些面包回家 在这里等我,我去买点面包,马上回来 好,但动作快一点,要在天黑之前回家 哎呀,我的糖果掉了 嗯,这个糖果真是太好吃了,我停不下来 汉塞尔应该要回来了才对啊 这个时候,木偶师傅的帐篷旁边发生了奇怪的事 做得好,矮冬瓜们,现在听好了 你们喜欢糖果吗? 所有吃了糖果的小孩都变成我的了 我想今天呢,大概就这几个上钩了,准备回家吧 格丽特非常担心,决定去找汉塞尔 面包店都关了,汉塞尔在哪里? 格丽特想了想,只好自己先回家了 也许他忘了我还在等他就先回家了 就在格丽特踏上回家的路时 木偶师傅正准备离开小镇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回家就能做新的木偶了 驾,驾 格丽特回家之后,马上告诉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爸爸马上出发前往小镇找汉塞尔 到了晚上,格丽特躺在床上却睡不着 希望我哥他没事才好 但在天亮之后,汉塞尔跟爸爸都没有回家 格丽特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我知道你为什么难过,我可以帮你 谁在说话,在哪里? 我在这里,往上看 什么?你是谁? 我是精灵仙子 而且我只会帮助好人 精灵仙子你好,可以帮我找出我哥在哪里吗? 这个时候,远在森林深处的木屋里 我呢,正在帮你们准备非常好喝的饮料 喝下去以后,就能当我新节目的角色了 木偶师傅,这个人很可恶 他那些糖果是药水做的 为的是要把小孩做成人偶 用药水做的? 是啊,小孩吃下糖果之后,会被催眠跑去找他 他就有小孩,可以做成木偶 如果我那时没弄掉糖果,我也会被木偶师傅催眠吗? 还好那时候你的糖果掉了 那要怎么从木偶师傅手中救出汉塞尔和其他孩子? 首先我们要处理药水 接着要去蛇的洞穴里拿复原抹粉 再去救小孩们 不管做什么都好,我可以马上出发 这时候,木偶师傅的药水已经做好了 终于做好了 新的人偶马上就能完成了 来,赶快喝下去吧 很好 非常好 可爱的小男孩,现在轮到你了 赶快喝下去吧 格力特,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拿到药水马上出来 就算看到汉塞尔也不能停下来,不然会被抓走 我下在你身上的隐形咒语,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好的 做得好,格力特 现在先把药水倒掉 接着再去蛇的洞穴里 破源抹粉放在洞穴里的金色盒子中 要拿到不太容易 而且还有更麻烦的 我要告诉你一件听了不会太高兴的事 哦,是什么 洞穴里有个可怕的女巫 而且会违反精灵的规则 所以我不能进去 什么意思 我必须要自己面对女巫 是的 但我会给你一些法力 帮助你打败它 这颗球是什么 是火球 不过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用这颗球 哦,这个热气球要做什么 用了这个魔法热气球,你可以飞掉任何地方 不过,有一件事情绝对要记在心上 是什么呢 时间 你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拿到磨粉回到家 不然就会失去我给你的魔力 我一定会成功救他们出来 我知道你一定办得到 祝你好运 格力特搭上了魔法热气球 踏上旅程 哇,热气球太棒了 现在我得先找到蛇的洞穴在哪里 求发着气球 带我去那里 来吧 把药水喝下去 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偶 我要帮你穿上最漂亮的戏服 想知道格力特能不能成功从木偶师傅手上救出汉塞尔跟其他小孩 孩子们,你们在下一集故事就能知道答案了 很久很久以前 王子送了白雪公主一把小提琴 白雪公主拉得非常好 让王子跟老师都非常以她为傲 一天,白雪公主在小镇里闲晃 遇到一个很会拉小提琴的女孩 你拉得好好听哦 非常谢谢你 这是我妈妈教我的 她是厉害的小提琴手 真希望我能演奏那把神奇的小提琴 神奇的小提琴 没错 那是一个老提琴手的小提琴 提琴的声音有治愈的能力 还能让画朵绽放哦 是真的吗 我想人人都会想要这样的小提琴 因为老提琴手不能拉琴了 她会把小提琴送给音乐比赛的冠军 心肠真好哎 那你参加比赛就可以赢得那小提琴了 可惜我不能参加 因为我年纪太小不能参加比赛 哦 是吗 真是太可惜了 更糟糕的是 确斑女孩贝蒂会参加比赛 贝蒂 她是谁 拉小提琴的小女孩 告诉白雪公主贝蒂的事 神奇的小提琴一定是我的 我要用它来帮人治病赚好多钱 耶 一定会的 确斑我相信你可以 不要再这样叫我 不然就等着被拔羽毛 好了 好了 不叫了 贝蒂想的小提琴是为了要治病赚钱 没错 她没资格得到神奇的小提琴 白雪公主想了一下 然后 那我应该参加比赛才对 啊 你也会拉小提琴吗 是啊 但是没有你这么厉害 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赢过贝蒂 我们一起练习吧 那就说好了 我们一起努力 阻止贝蒂得到那神奇的小提琴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来 白雪公主是参赛者之一 啊 我真不喜欢这个女生 感觉很会排马屁 不知道她是谁 她是白雪公主 听说是个很厉害的小提琴手 第一轮比赛 参赛者需要一边唱歌一边拉琴 大家开始练习 她真的很厉害 我可不能让她打败我 白雪公主 我相信你一定会赢 我会尽力的 相信我吧 这时贝蒂走向了白雪公主 可别以为你是公主 就能赢得比赛 你一定是贝蒂吧 希望比赛能选出最厉害的人 最厉害的当然是我 哈哈哈哈 看好了 我们不能让讨人厌的公主 通过第一关 那很简单 在她的茶里加料 她的声音就会变难听了 太棒了 这主意很好 就这么做吧 白雪公主绝对不可以喝那杯茶 呃 刚才好像让你不高兴了 我想用这杯茶跟你道歉 不用担心 我已经忘记了 谢谢你 白雪公主 不要喝那杯茶 那杯茶加了东西 喝这杯吧 我在里面加了蜂蜜 哦 谢谢你 差点就出事了 哦 去看看那个公主 有没有喝下那杯茶 有 她把整杯都喝完了 太棒了 她等一下唱歌 一定会很丢脸 哈哈哈哈 比赛正式开始 轮到白雪公主的时候 她一边拉着小提琴 一边唱出优美的声音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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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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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声音没事 为什么那杯茶没用 也许喵家的不够多吧 好好合able 好好听啊 这怎么可能 她拿了满份 最后白雪公主跟贝蒂 都进入了总决赛 接下来的比赛 只需要拉小提琴就好 虽然声音动不了手脚 但你可以弄坏它的小提琴 没错 没想到你有时候也能想出好点子 雀斑你别低估我 我可是很聪明的 我说过不要叫我雀斑 好了 你不要生气 我不小心的 只要把几根弦弄松就行了 贝蒂这个人真的太邪恶了 还好我也带了小提琴来 总决赛正式开始 白雪公主表现得很精彩 大家都非常惊艳 什么 他的小提琴不是坏了吗 为什么还能演奏 看来他真的很厉害 我赢不了比赛了 现在你只能表现更好 来赢得比赛了 放轻松 不要压力太大了 轮到贝蒂上台表演 但她的表演非常普通 她甚至犯了几个错误 所以没有得到十分满分 比赛的冠军是白雪公主 耶 这神奇的小提琴是你的了 我相信你只会用它来做好事 就当然了 真的非常谢谢你 相信我 我保证会用神奇的小提琴 治愈所有的人 很久很久以前 白雪公主想去看漂亮的大瀑布 所以决定跟亲爱的王子 一起去那附近走走 走了一段路之后 他们终于看到瀑布了 这瀑布太漂亮了 今天来这里真开心 是啊 瀑布真的非常壮观 好像有什么东西 你听 是啊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我们去看看 你看 是它 甚至可还点小熊 可是它为什么在哭 我们快走吧 它的妈妈可能就在附近 我们待在这里很危险 我妈妈不在这里 可恶的农夫把它关起来了 所以你才会在这里哭吗 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我和我妈妈 从农夫的花园里挖了一些蜂蜜 想要填饱肚子 结果被农夫看到 妈妈就被抓起来了 我差点也被抓到 我真的觉得好害怕 不用担心 我们去拜托农夫 放你妈妈出来就好了 真的吗 我妈妈真的可以回来吗 当然可以 你跟我们走吧 白雪公主跟王子 带着可怜的小熊 一路走到农夫的家 到了 农夫家就在这里 但农夫见到他们 很不高兴 不准进来 这里是私人住宅 不能随便进入 我懂 为什么小熊说他可恶了 王子试着解释 他们为什么来 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只是想来 麻烦你 把熊妈妈放走 那只熊和小熊 偷吃了我的蜂蜜 我要把他们送去猎园 那一身熊毛可以卖不少钱 你在说什么 你真的是太残忍了 而且那又不是你的蜂蜜 我警告你 最好快点放走熊妈妈 那你们就给我十金币啊 给了我就放他走 怎么样 太贵不想付啊 那我看你们还是走吧 不是这样的 给你 这里有超过十金币 快放他走吧 我的天哪 想必你一定很有钱吧 这位是王警 这是他的王国 而我是白雪公主 哇 白雪公主跟王子 跟那只熊比起来 可值钱多了 好啊 你们两个 拿着金币进来吧 当王子拿金币 给可恶的农夫时 农夫突然拿起锈头 攻击王子 痛好痛啊 我的天哪 不可以 快点进来 我很快就能变成富翁了 邪恶的女巫 会为了你 给我一大堆金币 你 你快放开我 你这个可恶的恶棍 我的腿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小熊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跟小熊 马上逃离 农夫家 跑进森林里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可恶的农夫 把王子也抓走了 我们一定可以救回王子 还有你的妈妈 别担心 你想要怎么做 我要写封信送到城堡 我们需要帮忙 可是要怎么把信送去城堡 亲爱的小鸟 可以请你帮帮我们吗 白雪公主 把信绑在小鸟的脚上 请小鸟把信送到城堡去 这个时候 农夫很生气 白雪公主逃跑了 我要趁士兵来之前 把你送去女巫那里 你这么做 会付出代价的 士兵赶来这里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女巫那了 看他们能不能救你吧 我要先去准备马车了 哎 实在是太紧了 完全没办法松开 白雪公主跟小熊 准备悄悄溜进农夫的花园里 没有看到农夫 现在要怎么办 先找找王子在哪里吧 去房子里看看 后门没啥锁 好 进去吧 小心点哦 你听 王子快 快 趁农夫来之前帮我松开 不行 没办法 实在是太紧了 我们快点躲起来 农夫来了 准备出发咯 我要变成富翁了 但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嚎叫声 那是我妈妈的声音 她在那里 她被关在屋里的笼子里 放心 她不会伤害你的 白雪公主打开了笼子 白雪公主打开了笼子 我说 教求你不要 拜托 拜托你了 不要 亲爱的王子 我好担心你啊 不用担心 我没事 你们还好吗 小家伙 你真的很勇敢 熊妈妈 也非常谢谢你 这个时候 国王的士兵 来到农夫的家里 可恶的农夫 你会因为你做的那些坏事 得到惩罚的 抓住他 真的很谢谢你们救了我 还帮我找回我妈妈 小熊跟熊妈妈 跟他们道别后走向森林 而雪公主跟王子 也开心地踏上回家的路 contosan contosa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